我們其實希望是把它全部,全部的話就要解決兩個問題 就是說 怎麼樣解決這個M1變M11 然後再來就變21,31,41 一直到最後,K的話應該 反正數字一直往下就對了,10欄的話 應該到100吧,101 然後這個地方應該是B,C,D,E,一直到K 所以有兩個地方會變動 那當然,你如果實在想不出來,你全部把它怎麼樣 用複製貼,複製貼,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樣,當然不是好方法 OK 那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我們寫一個,就是說全部的 折線圖全部 那其實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第四頁的地方 比如說寫一個,折線圖全部好了 那這個折線圖全部,我怎麼寫的啦 其實 大致上跟各位分享一下啦 其實大部分都差不多 反正你就是先第一個找出規則 也就是說你不用一下馬上做 那你規則找出來之後,你再把那個 整個步驟慢慢完成 那完成,你可以先針對第一個 再針對第二個 那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們 要解決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呢,我們給它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基本上一定是 哪一欄到哪一欄 for i 等於哪一個 到哪一個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總共10欄嘛 所以b到k 那但是b到k 其實 你可以用數字來帶 所以總共10個欄位 我們就for i 等於 1到10 總共10個欄位 nest 當然也可以追蹤啦 只是各位可以再想想 再來的話就是把 其中一段 這一段好了 複製到這邊來 複製到 這個for跟nest的中間 然後按個tab Tab鍵的話就是 讓它在這個for圍圈裡面被執行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解決哪一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m1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變數 因為這個會變嘛 第1次是1 第2次要是11 第3次要是21 因此類推 所以我們公式可以是k 那k等於什麼呢 它初始值一定有1 那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加上 加上 i的幾倍 所以i乘上10 i乘上10 然後呢 不過特別啦 注意一下 如果假設把i乘上10的話 當i等於1的時候 它就變成11了 所以顯然 它好像會多1 當i等於2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 20加1 21 所以你會發現它規則OK 只是第1次不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i的值 先減掉1 但是要記得先刮符起來 就是 如果當i等於1的時候 那減掉就變0 那0乘上10還是0 所以加1 那不就是1 所以k等於1 那如果當i等於2的時候 有沒有 2 2-1 那就1 1乘上10 10加11 有沒有 然後1 再來就21 31 所以 我們完成了第一個公式 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不過 這個 演算法 至於要怎麼 去解 解出這個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想 這應該不是很複雜的公式吧 那再來的話呢 它就是把這個k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1 把它取代掉 所以喔 因為它這個是剛好在 自串的最尾巴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1delete掉 後面加空一格 andk就可以了 就把k串在裡面 把這個拿掉 把它andk 串在後面的意思 OK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把那個數字 第一次就放1 所以m1 第二次的話就是11 就被m11了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好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 b 可是第二次的話變c 然後一直在推 哇 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那我想了很多方法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那我的想法是說 我可以這樣子 可以在底下增加一個變數 叫col colum的縮寫 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是我要的 bc d fg h ij k 把它按照順序 分別輸入這一串文字 那為什麼輸入這一串文字 就是當 i等於1的時候 有沒有 那我就抓b 當i等於2的時候抓c 有沒有意思 類推 剛剛好 到第10剛好就k 可是我要用什麼方式 可以抓到 這個文字 因為抓到這個文字 放在一個變數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丟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滿足我要的效果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這邊也許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名稱的話 我有點忘記我取什麼名稱 叫c好了 ok 那c的話呢 實際上就等於什麼 我們可以用mid mid就切割嘛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col這個字串放進來 然後呢 我這邊裡面可以 第幾個字 逗點後面第i一個字好了 有沒有他第一次就抓第一個字 逗點後面再加一個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這樣的話 他就會 根據 他的i的詞 去抓他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了 有沒有 所以用mid 可以再搭配上面的這個 字數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c 怎麼樣 放到 這個 這個b跟這個b把它蓋掉 那放上去的方法跟前面 放i的方法一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的話 把它控格 那這個b也是一樣 就是 如果你做完一個 其實你可以把雙引號到雙引號複製 然後呢 選到b就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就 完成這個程式了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k 解決 1 11 21 那第二個是抓 哪一個欄位 這兩行 把它放過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亂亂看 折線圖全部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不過最後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 刪除 刪圖啦 刪圖因為前面用過 所以我就直接拿來用了 這個好像在 因為 上個禮拜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住宅 簽單線裡面也有 這個刪圖就是把裡面所有的圖都刪掉 然後我們來run一下這個 資金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出現的應該就是 先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有沒有 在日元 美元日元 然後英鎊美元 也就最後的話呢 甚至到 那個 扭幣到美元 全部都列出來了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呢 就是直接執行這個刪除 它會直接 怎麼樣 把這邊 全部 這個工作表裡面全部的圖 通通刪光光 OK 那就完成了 今天的 這個部分 好吧 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那一段程式嘛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 第四頁的地方 最後的話呢 就是 分別再加上我們今天的五個按鈕 五個按鈕就是分別 第一個就是 下載的部分 下載那個 檔案下載 然後再來就是美元 人民幣 全部 在這三圖 分別把那個五個按鈕 後面的背後sub把它寫出來 就完成 這個 今天的這個 這個練習 OK 所以今天的 今天練習會有個作業 這個作業的部分 就是請各位呢 就是要完成剛剛我講的 這個 這個部分 最後就是做 再做出五個按鈕 OK OK 謝謝 谢谢观看